冬季一定要吃的32道家常菜 最后一道绝了 第一道 麻辣鲜香的水煮肉片大家都爱吃 但是很多人总是做不出饭店的那种味道 今天这个方法做出来肉质滑嫩 特别的下饭 出售肉一定要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加盐胡椒粉 葱姜汁再用你的左手抓拌至上姜 然后放一勺淀粉 这样腌制的肉片非常的滑嫩 油热下姜蒜干辣椒 倒入这包水煮肉片酱汁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 烧开后下入自己爱吃的配菜煮熟 再下入腌制好的肉片 轻轻地推动两下 水开煮个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放蒜蓉干辣椒 再来点白芝麻和葱花 用热油炸出香味 这样做的水煮肉片麻辣鲜香又入味 想吃在家你也这样吃什么 第二道 我家三个孩子特别爱吃糖醋里脊 外面买的怕不干净不放心 我就自己在家做 真的很简单 首先准备一块里脊肉 把里脊肉切成均匀的细条 切好的里脊肉放料酒 盐和胡椒粉抓匀 腌上十分钟入味 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一勺淀粉 一勺面粉 少许水搅成面糊状 倒在肉上面 搅拌均匀 六成油温 最后炸至金黄酥脆的捞出锅中油热 倒入糖醋汁 大火搅拌 熬至粘稠了 倒入里脊肉快速翻炒均匀 出锅前再撒上黑黑的白芝麻 这样做的糖醋里脊酸甜适中 外酥里嫩真的太好吃了 喜欢的话你也做起来吧 第三道 大家注意看 秋葵这个做法我做了一千多次 每次做都是赞不绝口 其中一个小细节是关键 五毛两斤的秋葵 加一勺盐 再倒入适量清水浸泡60秒 这样才能有效地洗掉 吸附在表面的脏东西 荷蓉毛水中加一勺盐 少许食用油 这是秋葵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煮一分钟后捞出 像我这样切头巨尾 再对半切开 这样营养才不会流失 盘里铺上泡好的粉丝 秋葵也排着队整齐地摆上去 中间打一个我下的蛋 蒜蓉酱均匀地铺在秋葵上 淋上一圈生抽 水开上锅 蒸四分钟左右 撒上迷人小葱花 浇热油激发出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蒜蓉秋葵 蒜香入味 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喜欢您就试试吧 第四道 如果家里有鸡蛋的 一定要试试这个糖醋荷包蛋 简单还方便 就是有点费米饭 锅中油热 先打入鸡蛋 把鸡蛋煎至一面金黄 再煎另一面 两面都煎至金黄了 盛出来备用 锅留底油 爆香葱蒜 只需要放一袋糖醋酱汁 都非常好吃入味 大火搅拌 煲至粘稠了 放入荷包蛋 让每个荷包蛋都裹上酱汁 有条件的再撒上点葱花和小米椒 大火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就这么简单 酸酸甜甜的 大人孩子都喜欢吃 配上大米饭绝了 喜欢的话你也动手做起来吧 第五道 马上就要过年了 年夜饭餐桌上必备的一道菜 清蒸鱼 寓意蒸蒸日上 年年有余 肉嫩刺手 美味又营养 六块一条的黄鱼 肉厚的地方切上花刀 放入葱姜 少许料酒 加一大勺 连搅拌均匀 放进黄鱼腌制十分钟 这一步能使鱼肉更加鲜嫩洁白 摆入盘中 锅中水开 上锅大火蒸五分钟左右 蒸的时间太久 肉汁会老掉 出锅倒掉腥味很重的蒸鱼水 放上葱丝 浇上一千度热油 激发香味 再淋上白灼汁 这样做的清蒸鱼又鲜又嫩 学会了年夜饭给家人安排起来吧 第六道 以后山羊买回来 不要直接下锅就炒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清爽不油腻 特别的好吃 首先准备点山羊 胡萝卜黄瓜 用波纹刀给它切成波纹片 这样切不仅好吃 而且更加的好看 用它切蔬菜切水果 会非常的漂亮 水开倒入食材 加一勺盐和油 入个底味 有条件的 可以放一点虾仁 烫个一分钟后 捞出备用 锅加少许葱油 倒入山药调味 加入盐和鸡精 大火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的炒山药 清脆爽口 第七道 早起十分钟 给孩子做个葱花鸡蛋饼 外焦里嫩 营养又好吃 碗中打几个鸡蛋 加少许盐 葱花火腿丁 用筷子搅拌均匀 平底锅刷油 倒入鸡蛋液 放一张手抓饼 等鸡蛋液定型后 翻面挤上番茄酱 再对折起来即可 早上搭配一杯牛奶 第八道 家人们注意看 把五花肉放入牛奶中泡一泡 这是最近网上特别火五花肉新吃的 比烧烤还好吃 七块钱两斤的五花肉 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先用牛奶给它泡一泡 因为牛奶中的蛋白霉可以软化 这样做出来的肉才能嫩滑不柴 而且口感也会更加丰富 碗里打一个我昨晚下的蛋 煎好的五花肉 煎至这种四面金黄滋滋的冒油 就可以开吃 这样做的椒盐五花肉 椒香酥脆 每一口都是嘎嘣脆 比脆皮烧肉好吃太多了 学会了你也做给家人尝尝吧 第九道 老人常说 历秋后一定要多喝羊肉汤 冬天手脚都不怕凉 经常喝秋裤都不用穿 所以每个星期 我都会给家人安排这道羊肉汤 首先切好的羊排 一定要凉水下锅 放一块姜 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后 再用煮牛肉的原汤 重洗掉多余的血沫 再转入砂锅中 放葱姜 再来上几块干着 加入一小包 这种炖牛羊肉的香料包 然后倒入适量的开水 加盖先炖四十分钟 然后下入白萝卜 再炖个十分钟 调味放点盐 撒上香菜和枸杞 就这样炖出来的羊肉汤出锅 汤鲜味美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喝 第十道 你可要看好了 把猪肉放进啤酒里泡一泡 出锅 就是一道楼下排队都要吃的特色美食 焦香酥脆 比龙肉还好吃 六块钱一斤的梅花肉 先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厚片 浸泡到啤酒里 因为啤酒中的蛋白霉 可以软化肉质 这样煎起来才能嫩滑不柴 碗中打入一个蛋 搅拌均匀 泡好的梅花肉 放洋葱姜丝 生抽蚝油 放入半袋蒜香椒盐粉 可以像我一样 左手戴个手套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再放淀粉和食用油继续抓拌一下 锅中油热 把猪排下锅煎 全程小火慢煎 煎至八面金黄酥脆 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猪排 外焦里嫩 特别好吃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第十一道 我告诉你哦 秋天的饮食非常有讲究 聪明又善良的妈妈一定要学会这道菜 这是一位九十九岁的老奶奶 分享的做法简单 而且特别有营 地里挖一个冬瓜 去掉老皮 再切成厚一点的薄片 锅中油热 倒入冬瓜 中小火把冬瓜炒至断生 记住一定要加入滚烫的开水 这样汤色才会浓白 营养也不容易流失 大火先煮个两三分钟 空碗中打两个蛋 搅拌均匀备用 一个有条件的再放三毛钱 几片腐皮调味 只需放点盐 出锅前撒点枸杞和葱汤 是不是很简单 这样做的冬瓜腐皮汤 鲜甜又营养 一周喝八回都不腻 学会了你也做给家人尝尝吧 第十二道 这道藕袋炒肉 是我家餐桌上经常出现的一道下饭菜 像我这样炒出来 酸辣脆嫩 它真的是又香又下饭 首先将五花肉下锅煸炒出油 下葱蒜小米椒 放少许老抽 一起把它煸炒出香味 直接下入藕袋调味 只要放生抽和蚝油 撒上蒜苗叶 最后随便翻炒几下入味 即可出锅 做法非常的简单 第十三道 注意看只需要一块老豆腐 两根大葱 在家就能做出比饭店还好吃的美食 大鱼大肉还未美 先把大葱切成马耳断放碗里 加盐鸡精 白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半碗清水淀粉 搅匀备用 豆腐一定要用手掰成小块 这才是它的灵魂所在 碗里打一个公鸡蛋 搅拌均匀 油热下锅间 小火把豆腐煎至四面焦黄 然后倒入调好的料汁 小火焖煮四五分钟 再用大火收浓汤汁 这样做的葱烧豆腐 葱香四溢 好吃又下饭 喜欢的你也给家人做起来吧 第十四道 我告诉你啊 下次你把这种鱼头买回家 那你就像我这样把它做成鱼头包 鲜嫩入味 非常的好吃 首先我们将鱼头把它剁成大一点的小块 这样炖出来的鱼头会更入味 然后放一勺料酒去腥 一勺生抽提鲜 它的什么调味料都不用放 再用我的左手把它抓拌均匀 油热下浆 蒜 洋葱边炒出香味 下入一把金针菇 再把腌制好的鱼头整齐地摆入砂锅中 把剩余的酱汁也倒里面 加盖只要煮个七分钟就行 这样做的鱼头包香腊入味 实在是太下饭了 第十五道 你敢相信吗 这是最近非常好的白菜炖豆腐的做法 清淡不油腻 老人和孩子非常喜欢 看一眼就能学会 两毛一斤的白菜改刀 豆腐也切小块 骨骼公鸡蛋不用打散 直接倒入锅中 用小火煎至八面金黄 放在案板上 切成我樱桃小嘴大小的块 准备一个土豆 切薄片备用 放点姜丝炒出香味 倒入煎好的鸡蛋 再倒入108度的开水 这样汤才会又浓味 香营养也会激发出来 再倒入豆腐 放入白菜继续炖四五分钟 稍微放盐 鸡精一勺虾皮提鲜 有条件的淋上芝麻香油即可 这样做的白菜炖豆腐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非常适合这个干燥的天气食用 喜欢你也做给家人尝尝 第十六道 注意看把鱼奶放入啤酒泡一泡 这是最近非常火的鱼奶新吃法 简单又美味 做法比烧开水还要简单 五毛一斤的鱼奶 把刀切成块 一定要切得均匀一些 碗里打一个鸡蛋 搅拌均匀备用碗中加入蒜末豆豉小米辣 用热油激发香味 调味加盐生抽 半勺淀粉 一起搅拌均匀 倒入鱼块中 腌制二十分钟 水开上锅蒸十分钟 出锅撒上葱花 淋上热油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适之蒸鱼奶 食香浓郁 三碗米饭都不够吃 学会了你也做给家人尝尝吧 第十七道 天气渐渐变凉了 每到这个时候 我都会安排这道热乎乎的牛肉汤 给家人喝 汤鲜味美 切好的牛奶 一定要冷水下锅 倒入料酒去腥 煮出血沫后 再用煮牛肉的原汤冲洗干净 然后放入砂锅中 放葱姜 放入炖牛羊肉料 牛羊肉倒入开水 先炖四十五分钟 下入白萝卜 再炖十分钟 调味只需放盐 再撒枸杞和香菜 这样炖的牛肉汤 汤鲜味浓 尤其是家里 有老人或者小孩的 都可以在家安排起来 第十八道 活了四十年才知道 把和虾放到豆腐里 简单蒸一蒸 出锅就是一道 营养又好吃的美食 大小朋友都喜欢 准备一块 比我那一点的嫩豆腐 一分为四 摆入盘中 两块钱十二只的鲜虾 先放冰箱 冻三十分钟 再拿上来 这样就能轻松去壳了 再给虾人开个背 然后放在豆腐上 碗中打入四个藕虾蛋 搅拌均匀后 加入两百八十毫升温水 炒好的鸡蛋液 倒入豆腐里 水开上锅蒸七分钟 多一分钟 都会影响整道菜的口 热油爆香葱花 淋在蒸好的虾人豆腐上 再淋一勺白灼汁 就可以吃了 这样做的虾人豆腐 鲜香嫩滑 一口一块 好吃到停不下来 学会了 记得做起来 第十九道 很多人把花菜买回来 不是水煮 就是凉拌 都吃腻了 今天这个做法 你肯定没见过 焦香美味 特别好吃 地里摘回来的花菜 先撕成小朵 加一勺盐 一定要用我家免费的自来水 给它浸泡八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地去除 花菜中的材质 和脏东西 碗里打一个蛋 搅匀打散 鼓励之势 再把火腿肠切成小段 锅中油热 下入花菜和火腿肠 不需要油炸 中小火慢炒 炒至花菜火腿肠 表面微微焦和 这个大家都说好吃的 蒜香椒盐 都非常好吃入味 最后撒上一把洋葱丝 和韭菜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椒盐花菜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第二十道 大家注意看 秋天的莲藕最养人 将你一个特色新吃 不炒也不凉拌 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过 更没这样吃过 出锅真的太香了 清洗干净的莲藕 顺着切成薄薄的厚皮 再切成条 然后从中间再切一下 用清水洗掉多余的淀粉 控干水分后 再放入两勺玉米淀粉 给它抓拌均匀 让每一块莲藕都裹上一层淀粉 油温五成热 把莲藕全部下锅炸 下锅之后千万不要去动它 让它有个定型的过程 要不然就把这个淀粉全弄掉 全成中小火去炸 大约需要三分多钟 最后把莲藕炸得酥脆了就好了 锅留底油 加入一袋糖醋汁 把酱汁熬至浓稠了 下入炸好的莲藕 撒上一小把芝麻增香 快速地给它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这样做的蜜质莲藕酸酸甜甜 清脆爽口 真的太好吃了 你要是学会了 家里人都夸你是大厨 喜欢的家人赶紧做起来吧 第21道 我是做梦都不敢相信 把山药放入蒸锅蒸一蒸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好吃的经典美食 这道菜我家一周要吃七次 您一定没有吃过 首先把地里刨的山药去到外 盖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后放入蒸锅 盖上盖子 水开蒸10分钟左右 山药蒸熟以后倒入大碗中 用小勺把山药压成山药泥 尽量压得越细腻 口感会更好 然后加入两大勺糯米粉 先给它搅成面絮 再揉成一个光滑不沾手的面团 抓小块的面团 再用手捏一捏 搓成一个丸子的形状 像饰瓶这样就可以了 锅中水烧开 下入山药丸子 山药丸子全都漂浮起来了 捞出备用 锅留底油 倒入糖醋酱汁 把糖醋汁熬至粘稠了 下入山药丸子 撒上点黑黑的白芝麻增香 快速翻炒均匀 让丸子都均匀地裹上糖醋汁 即可出锅 这样做出来的山药丸子 软糯鲜香 酸甜适口 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 感兴趣的朋友就是一试吧 第二十二道 黄瓜炒肉 看着很简单 但很多人都做不好 你就像我这样做 又脆又爽 还特别下饭 树上摘的黄瓜 再分成三条 去掉瓜芽 切小块 撒上一把油 抓拌均匀 腌制几分钟 杀出里面的水分 再倒入清水 洗掉多余的盐 捞起来钻干 热锅凉油 放入五花肉 炒出油脂 放蒜摸辣椒 老抽加料酒 炒香后放入黄瓜 加点陈醋 蚝油鸡精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炒黄瓜 又脆又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是做吧 第二十三道 入秋了 不要天天都吃大鱼大肉了 试试这道白酌生菜 清脆爽口 经济营养又美味 而且做法就像烧开水一样简单 水开 加一勺盐和食用油 这样烫出来的生菜 才会翠绿不发黑 烫够三十秒 就可以捞出来装盘 碗中放蒜蓉葱花 红椒丝 用热油炸香 再来一勺这种白酌汁 然后淋在生菜上即可 这样做的白酌生菜 可比大鱼大肉好吃多了 第二十四道 家里有孩子的 一定要试试 这个汤汤鲜味 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树上摘的西红柿 去切成小块 加少许盐 这样能更快炒出汤汁 加适量清水 嫩豆腐喜欢吃的香菇 煮五分钟 加胡椒粉和鸡精 淋入水淀粉勾芡 再淋入三个公鸡蛋液 煮开后放香菜和麻油 这样做的番茄豆腐汤 汤鲜味 小孩特爱吃 你也赶紧去试试吧 第二十五道 万万都没有想到 把这个南瓜 倒入滚烫的热水中 瞬间就变成一道 好吃的家常菜 又酥又脆 真的是太香了 把南瓜从中间切开 再挖出瓜壤 晒干之后 留着冬天炒着吃 老香了 再把南瓜的老皮切掉 然后给它切成 两元硬币的大厚片 锅中水烧开 然后把南瓜下锅 焯水一分钟 捞出 放在凉水里头凉 再控干水分 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酥脆好吃的关键就是 倒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适量的清水 搅拌浓稠的酸奶状 最后再加点食用油 然后再倒入地瓜中 一勺白芝麻 翻拌至每块南瓜上 都裹满面糊 六层油温下锅炸 保持这个温度 炸个大概三分钟左右 金黄酥脆 即可捞出开吃 这样做的南瓜又酥又脆 真的是太香了 喜欢的话 你也赶紧试试吧 第二十六道 以后评估买回家 你就像我这样 和鸡蛋炒一炒 做法简单 味道好 首先评估撕成小朵 水开倒入锅中 煮水后捞出几干水 油热倒入五个公鸡蛋液 瓦散成出 锅留底油 放蒜末 小米辣炒香 放蘑菇调味 加盐鸡精 生抽 大火炒匀 倒入鸡蛋 撒上一把蒜苗液 翻炒均匀就可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你也赶紧试试吧 第二十七道 你敢相信吗 把新鲜大米 倒进滚烫的开水中 煮个半生不熟 这个做法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没有煎 真的特好吃 锅中油热 放入三毛钱腊肉 煸炒出它的牛油 然后放葱姜 三个干辣椒 还有豆角和土豆 把豆角的水汽先炒出来 只需要一袋焖饭酱汁 翻炒一挥入味 然后倒一碗101度的开水 先炖八分钟 然后盛出一碗汤汁 再把半生不熟的米饭放进去 压平后 用筷子扎38的小孔 排气后 盖小火焖上十分钟 再把刚才那碗汤汁倒进去 继续焖六分钟 这样做的土豆焖饭 简直太香了 饭菜一锅出 每次一上桌 六个妹妹就开始抢着吃 喜欢你也做起来吧 第28道 你一定要记住哦 很多人都喜欢喝酸辣汤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其实做法特别简单 今天就把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把香菜切断 大葱斜刀切成丝 豆腐也切成丝 火腿肠和木耳也都切成丝 放入盘中 再来点虾皮体现 锅中油热 下葱花 姜片干辣椒 再加半勺香醋 少许生抽老抽 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开之后捞出 爆锅料加盐胡椒粉 搅拌均匀 再淋入水淀粉勾芡 少量勾到像这样的米汤芡就可以了 再淋入鸡蛋液 最后再下入配菜搅拌均匀 再来点香菜 出锅了这样做的酸辣汤 好喝开胃 你也赶紧去试试吧 第29道 你一定要记住哦 以后想喝紫菜汤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简单又好喝 首先紫菜加清水清洗干净 挤干水分后放入碗中 加葱花香菜 西红柿丁 一勺虾皮 少许盐生抽 麻油胡椒粉 锅中水开 淋入水淀粉勾芡 转小火淋入鸡蛋液 最后倒入碗中就可以喝了 这样做的紫菜蛋花汤鲜香滑嫩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 第30道 你一定要知道 以后要是想吃炸蘑菇 酥酥脆脆 真的太好吃了 家里的大小朋友都喜欢吃 先把平菇撕成小条 撒上一勺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杀出水分 洗去多余的咸味后 碗中倒入淀粉和面 再来两个蛋黄 和适量的清水 用筷子搅成像我这样的拉丝 再来一勺食用油 这样调的脆皮糊 炸什么都很酥脆 再倒入腌好的蘑菇上 让每个蘑菇都裹上均匀的面 五成油温下锅炸 小火慢慢地炸 炸至金黄酥脆捞出锅 再来点自然粉和辣椒粉 这样炸的蘑菇酥脆脆 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 大小朋友都喜欢 你也赶紧去试试吧 第31道 洋葱炒鸡蛋 可是餐桌上最下饭的一道蔬菜 今天这个做法 你试过就知道有多好吃了 先把树上摘的洋葱 再切成大大的小块 碗中放生抽 老抽 蚝油盐 鸡精淀粉 一大勺清水 搅拌均匀 锅中油热 下入鸡蛋液炒散 留底油放蒜末 小米辣洋葱丝 木耳炒椒 倒入鸡蛋 淋上料汁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这个洋葱炒鸡蛋是不是很简单 第32道 以后豆角买回来 不要总是炒着吃 你就像我这么做 简单方便 清脆爽口 还解腻 看一遍就能学会 锅中水开 放入豆角 加一勺盐和一勺油 这样烫出来的豆角 才会翠绿不发黑 烫熟后捞出来过凉水 然后像我这样撕成长条 碗中放蒜末干辣椒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放入盐鸡精 白糖 生抽 陈醋 有条件的 可以放一点麻油 用手抓拌均匀 即可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起来时做吧